中国银行约翰内斯堡分行是2000年3月份获得南非央行批准成立的 月宝中行成为全非洲第一家也是目前南非唯一一家官方授权的人民币清算银行 为国家的非洲战略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中心通讯是在2003年南非成立代表处凭借着高性价比的设备快速的交付 优质的我们的服务赢得了客户的认可 建行约翰分行已经成立了15年了 员工总体来讲应该是百分八九十万 都是本地的员工项目我们的客户百分八九十也是当地的主要的一些农头企业 一期进入南非市场始于1994年当年一期以贸易的方式向南非出口七十三年在当地总装销售 一期的产品由当年的单一产品一个中型卡车发展到现在中共超重型三个系列的十四个品种 2008年工商银行投资55亿美元入股了非洲最大的银行 标准银行百分二十的股权 近年来工商银行累计在非洲参加的基础设施融资项目大概有四十十多 累计投入的融资金额超过一百亿美元 在南非市场对中国产品的接受 对中国实力的认可 对中国品牌的认可是不断增强的 我们也有一个区域 看着南非洲的地域 和南非洲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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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中国人的工作不是很难的 要把不同文化的人融合到一起 能够把你的思想 把我们的经营理念和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能够达成共识 也确实是一个挑战 但是也很有一个乐趣 从我们的观点来 在FW 我们没有遇到一个问题 有关于不同的地域 和中国人的联合 我觉得有很严重地工作 在中国的公司 我感到非常快乐 在专业工作在大陆的地域 它是很好的认为 我们期待中非合作高风论坛 能够以赛得丰富翰成果 我们期待中非合作高风论坛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onsolidat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肯定会带来更多的商机 会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本地的发展 在贯彻一代一路战略的正常中 我们一定加倍努力 再创业绩不复后望 通信市场的一些发展 和国家的宽大的一些建设 能够贡献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capital and investment capacity of China is central to the capacity of Africa to continue to grow 中国积了很多经验 在这个过程中会转移到南非来 整个非洲来分享 同时中国在这个分享过程中 也会受益的 因为过去的期待